今天我們看這本書 《薯仔皇帝》 或是《薯仔國王》 國王 這本書是獲獎的 在2014年獲獎了青年文學獎 好,我們開始看了 《薯仔國王》 我們看到國王 坐在那裡看著《薯仔》 他是在看書 他在看《薯仔》還是怎樣 原來他是有一天聽到 有個很厲害的植物 就叫薯仔 即是說 國王之前是未見過薯仔的 他第一次看到薯仔 國王就命令士兵 跟士兵說 這個薯仔是一件很珍貴的東西 很珍貴的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 不是哪裡都找到 很珍貴的東西 他就跟士兵說 你們要好好保護他 而且這個薯仔是很健康的 而且這個薯仔是很健康的 很好吃 而且很健康的 嗯? 但是呢 這個士兵呢 他就覺得 喂 這個薯仔很搞笑 他就把薯仔扔到國王那裡 那國王就中了 中了個薯仔 那他的國王就不糟了 那他就 哎 連個王冠都 掉了 那呢 那個士兵 就不想 就是不聽國王說話 他就 那個國王就很生氣 那你看 頭上有個 烏魂 很生氣 那國王 但是呢 他呀 有個想法 嗯 哼哼哼 他呀 叫他的士兵 阿屌 OK 我是錯的 就是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不是那個士兵阿 這個是那個 是那個 是那個 就是他的 他的 那些 市民阿 是阿 就是國王 管的市民 那呢 那 國王現在呢 就叫那些士兵阿 那他就 跟他們說 說 哎 你們去 去這個 郊外 那 你看到 好多士兵 嘩 好多好多士兵 那這個士兵呢 還騎著一隻馬 嘩 嘩 這麼多的士兵 有些騎著馬 有些沒有騎馬 還有炮 就是大炮 有大炮 有大炮 嘩 很多士兵 他們去 去這個 郊外 那他去郊外做什麼呢 就是要保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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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仔 我一時不記得了 這個 叫什麼 薯仔 那這個 那這個 市民就 看著 那些士兵 嘩 好大堆 士兵 保護 薯仔 那 那些 市民呢 就想 嗯 既然 那些士兵 在那裏保護 那個薯仔 那個薯仔 一定是 好正的 嗯 那些市民就 這樣 這樣 覺得 嗯 那呢 他們就 即是那些士兵 繼續在那裏 保護 那個薯仔 或者看著它 看著它 不讓其他人 偷 但是呢 那個士兵 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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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 那市民呢 就來 偷它了 偷薯仔 嗯 嗯 那 那市民就 吃 嗯 好吃 那 他就 那個薯仔 然後呢 就 就 就是 將他 那個 就是 那個士兵呢 就把薯仔 在那裏 煮了 那呢 就 因為呢 怎麼說好呢 因為那個市民 有個人 有個人 吃了那個薯仔 然後他覺得好吃 那他就跟其他人說 那 那其他人呢 就來 吃那個薯仔 那 那士兵呢 然後他就 捉住 還去去 哇 這支是什麼來的 這支是窗 還是 還是 樹枝 還是什麼 這支 不知道 那 燒個薯仔 煮個薯仔 那 有個大廚在那 負責 派 或者 分個薯仔 給些人 那 但是 那 那大廚就 沒有煮了 不是 不是 不是負責主 是個士兵負責主 好 那 很多人來排隊 一個 跟一個 這樣排隊 等 吃 薯仔 那 但是 這個 這個 這裡是做什麼 為什麼會有個 紅色的人 呢 紅色的人 哦 他死了 的 那 這些薯仔 就是一個 給他 就是 那個皇帝 就是 就是 給 就是 在他的墳墓 就是 放些薯仔 就去 嗯 怎麼說啊 廣東話 去 去 拜祭他 對 那 那些市民 就把那些薯仔 放在他的 他的 屍體的旁 好 那 那 完了 這本書 他有很長的文 那 就說 一些歷史 我想 說一些 薯仔 是 歐洲人 怎麼發現薯仔 那 OK 完 不知道你覺得怎樣呢 這個故事 我覺得幾 可愛 但是 不是說 不是說 超級好看 是的 好 說著 那麼多 下次再說 拜拜